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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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你好 艾正師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每天好好笑 每天好好笑 其實她從出生 就已經被長輩祝福 她要這一輩子好好笑 對 要報個料 因為她本名叫張笑 後來改張香菱 我一看我以為你是湖南人 那個香還是三點水 我以前叫這樣 含香菱 是 對 因為我們是湖南人 對不對 那妳是有改名字了 我還好 還沒報戶口之前 我媽就改了 我媽說是香菱 叫爽 我媽不會講台語 就說 這樣太熟氣了吧 就還是叫愛中好了 媽媽的力量比較大 爸爸就乖乖聽不懂 所以說妳從張笑改成香菱 那是圖書的時候改的嗎 不是 差不多十年前 才改呢 對 但是習慣的 對 名字跟自己一輩子 要自己喜歡 對… 好囉 那我們的香菱世界呢 今天她要做料理 而且她做的這個料理呢 小朋友都很喜歡吃 對 對不對 好 那麼您今天做的料理是什麼 馬鈴薯排 看吧 小朋友就很喜歡吃 老少賢女 對呀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要準備什麼樣的 材料跟調味料囉 馬鈴薯排 材料有馬鈴薯200公克 金鎮菇80公克 低筋麵粉30公克 玉米粉10公克 調味料有鹽兩匙 胡椒粉一匙 好 看到了 你看 這麼簡單 那我們首先要做的是什麼 水滾 水滾 我們馬鈴薯 就是要先蒸熟 蒸熟 蒸熟 對 你是切薄片蒸很快 對 切薄片蒸比較快 然後呢 然後這個金鎮菇要用燙 好 來 開水燙一下 OK 把它過個水對不對 對 給它燙熟嘛 喔 你以前有做過 跟吃有關的行業嗎 有 有開個小麵攤 也是有開過小麵攤 沒有沒有 那那個 很短 很短 不是很 時間很短 對 對 那可是你在 你看 進入磁劑之後 承擔的還滿多 除了做香雞 還要做房飾 還要做醫療志工 對 全方位對不對 我會在環保站 煮個點心 讓環保志工用 這樣子 對 好 在環保站煮點心 其實是我們很多香雞師 也最快樂的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環保志工真的很辛苦 對 讓他們給它吃個熱的 就關係一下嘛 對不對 它就會覺得很溫馨 其實環保站的那種辛苦 跟外面的所謂的辛苦 是不一樣 那可是呢 我們慈濟的環保站 是一個大家庭嘛 對 對不對 既然是個家庭 那總是要由媽媽姐姐去 其實環保菩薩都是很年長的 應該是說要由女兒 對啦 來煮些吃的 給這些爸爸媽媽享用 對 所以那個才叫做溫暖 所以妳常常會去值班 做一些吃的 本來是 我那個環保站是 一個禮拜三次嘛 但是我有承擔總務的工作 覺得比較忙 我就請兩位師姐來幫忙 妳常常的總務是哪個 什麼部分總務相機嗎 不是 是借之財的總務 對 有活動 借之財就會向總務借 借 你看 對 來 好 借之財妳得要跟我們的觀眾 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有很多他 就是說對此機不太了解的一些 觀眾朋友 妳就邊切邊說吧 他們會這樣 什麼給我借之財 借之財 借之財就是擦水桶 點心盤 擦子 對 就是所有的需要用的用品 對 等於說是 你做器材用品總管 對 然後他們就要來這個跟你借 因為這個團體很大 對 團體很大 有很多的東西 還是必須要有專人在管理 對 保管 對 那大家要借就是知道 借到哪裡去了 然後什麼時候拿來還 對 是不是好的 然後要歸位對不對 對 所以承擔做這個東西 瑣碎 對 這瑣碎的東西比較多 其實瑣碎事情 交給家庭主座做最好 對 說得沒錯 家庭主座就是專做這個 在家裡就手手碎碎 對 所以進到這個大家庭 還是手手碎碎 對 有趣吧 人生就是要動要做 好 這個你看 切這麼碎 所以我要給你一個 怎麼大一點的碗嗎 要這個要用繩禮 要大碗 好 等一下最好牌要煎對不對 對 大碗來用那個 馬鈴薯泥 對不對 對 來 我給你一個大湯匙 一個大湯匙 好 好 其實要趁熱去攪比較好攪 對 切薄片來 來用會比較快 所以其實平常在環保站 趁熱 做料理的話 人數比較沒有那麼多 對不對 一般在環保站 我就是煮比較簡單 因為我會隨起一些麵 麵條 米粉 我們就煮了簡單的 對 他們有的 有的環保菩薩 是早上來 沒用的 沒吃早餐 還是肚子 煮到一半腰 對 其實 其實那是一種 很溫馨的感覺 對 多到一半就說 那個環保菩薩 環保菩薩來吃點心了 大家就可以先暫時休息一下 放下手邊的工作 對 吃一點東西 喝一點東西 然後很開心對不對 那看他們吃 我們也是很 看他們吃 有人很高興 我們也是很高興 所以說 這個環保站 其實就是上人也是希望 老菩薩們有地方去 現在不是說 有拖老機構嗎 有一些社區他們會 就是兒女上班 就把爸爸媽媽拖到 那個什麼 叫做社區發展中心 然後在那邊 坐在那裡發呆 沒有就唱卡拉OK 然後中午喝個便當 其實那個感覺上 就是好像 把老人家拖過去而已 對 但是進到環保站 就不一樣 老人家發揮的功能 他還可以為地球環保 盡一份心力 然後邊做還可以邊畫家常 對 然後那個時間很快的過去 而且吃飯就是靠你們 你們那個感覺 不是說來吃便當 而是 對 像一個家 所以你應該是很喜歡 我發覺很多相機師姐 都好喜歡去環保站 對 對不對 好啦 也歡迎我們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沒有接觸過 實際的環保的話 究竟在你們家的附近 去打聽一下環保站 真的很溫馨 尤其老人家 弄成泥 好,我們弄成泥之後 這個就把... 所以金針菇是可以 讓它增加黏性 對不對 放下去 味道會不一樣 鮮 有一種鮮味 對 然後 然後我們都將這些粉 有沒有比例啊 這個粉 有 我這個馬鈴薯是兩百公克 然後金針菇是八十克 好 然後這個玉米粉 玉米粉是十公克 十公克 不要太多嘛 所以要算好 本來是一般都用太白粉 但是太白粉盡量不要用嘛 對 對 用那個玉米粉 還有麵粉 對,麵粉是三十公克 它是增加黏性 對 我這個在家也是要自己 有沒有那個手套 有,來 因為用手套會比較快 好,比較快 用我們的液豆粉 不知道可不可以 液豆粉 液豆 對 用我們家的液豆粉 應該是可以 或者是一些什麼五穀粉 雜糧粉也是可以 對 來試試看囉 自己在家試試看囉 好 我可以拿上 好,可以放在上面用 就把它捏成一個麵糰 對 對,捏成一個麵糰 所以它不用參加 摻任何的水 它就是只要靠那個 金針菇跟馬鈴薯之間的 一點水分而已 對 如果說氣候不一樣 或者它本身水分比較多的話 就可以... 馬鈴薯盡量買 那個金針菇 你要給它瀝乾 然後你馬鈴薯盡量買 有的比較乾也不要吃 對,你要買比較乾的 要買比較乾的 對 這個裡面加一點液 加一點鹽 對,鹽巴 最好是在還沒拌的時候加 對 然後這個是要加了嗎 白胡椒粉 對,要加 這樣子也可以嗎 OK 好,然後我們再來 鹽巴再一點點 再一點點 因為有麵粉下去 還好,OK 好,謝謝 好,來 麵粉 麵粉 因為就是說 這次的比較濕 所以我們就可以... 對 這個麵粉 一定要用低筋的 它才比較酥脆 對 對 低筋的話 它的那個中筋就比較軟 所以低筋就做餅乾 這個餅之類的話 會比較酥 可以再加 好 這個部分就是其實 就是看狀況 對 還要嗎 不用了 這個麵團可以了嗎 好,來 我們現在就要來做 這麼一個小麵團 就可以做了不少 三個 三個 好 做成三份 其實 要煎大一點 小一點 都沒關係 對 就是不要太... 太厚 這個拿來做早餐應該很棒 對 對 因為我都用這個 好 你看看 這樣子慢慢慢慢的煎 對 早上我很愛吃煎餅 所以這個是 這種煎餅應該是 非常合我的口味 這個還可以變化很大 對 這個老菩薩吃 超適合的 最早不好吃這個 好 這樣子就給它慢慢的煎 煎 是 是 這其實真的就是說 沒有一定 那個麵粉要多少 對 就是只要看它是 有乾就好了 對 做成一個麵團 這個頭一天晚上 把那個金針跟那個什麼 馬鈴薯把它弄好 第二天要煎的時候 再加麵 破麵 對不對 其實馬鈴薯可以提早 提早把它 對 你那個金針菇 壓成你 比較快啊 比較快 OK 好 太...我太大了 好 我來關小火 我太大了 就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可以 還滿好 像 對你看這樣煎起來 皮 漂亮 這樣子慢慢慢慢把它煎熟就好 對 煎熟 那你可以加那個 番茄醬 對啊 小孩子愛吃 小孩子也愛吃 其實這個用... 用這個來發展 可以變化很多的那個感覺 如果說我們的調味 加上我們的那個咖哩粉 對 也可以 那就是咖哩香味的馬鈴薯煎餅 對 然後也可以用那個地瓜 地瓜 你是說用那個地瓜代替馬鈴薯嗎 對啊 也是可以 對喔 可是地瓜就比較水分比較多 對 比較水 那就是那個粉 粉料 比較多一點 其實地瓜我有辦法 讓它水分變少 真的 你把它蒸熟之後 放在那個粒 有那個漏洞的粒網上面 有沒有 把一陣子 它慢慢慢慢慢慢 它那個水分會一直漏下去 那個湯汁 那個也可以用 但是那個地瓜肉 會變得稍微沒有那麼多含水分 那就可以 也是就可以和麵來做 對 對不對 你看我多會講 像妳剛才講的那個加那個 加哩粉 咖哩粉放下去 也是很棒 對不對 要是更浪漫一點 放義大利香料 就變成那個西式口味 對不對 迷迭香也給它放下去 你看我多厲害 多會講 其實這個 真的它也是掃油 你看 掃油你看這樣做完 這樣就煎成 我跟你講哪個 哪個小朋友年輕人不愛吃 好啦 這就是媽媽的智慧 對不對 所以你當初也沒想到說 你可以到慈激這個大家庭裡面去 開心的過日子 是誰帶你進來的 是一位 女兒 有一位資深師姐 還有女兒 你女兒 你女兒 女兒跟我講說 本來是住在彰化那邊 然後女兒跟兒子住台中 我就跟他們上來 然後跟我講說 媽媽 附近有一個環保站 對 因為本來就了解慈激 只是說來這邊的話不熟 女兒就跟我講說 媽媽附近有個環保站 你可以去環保站 對 就這樣接上了對不對 對 所以說 我們剛剛就在講說 環保站 真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 對 在那邊 不但是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有家的溫暖 你還可以在環保的過程當中 學習到智慧還有上人的法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這個就可以給大家吃了 放著吧 先放著 先放著 然後呢 先放著 然後我來先吃啊 來 我來先吃一小口吧 好不好 好 然後 看看這個汁味如何 你看 我只要這樣一口就好了 一口就好了 然後 你知道嗎 它那個金針菇下去 真的就是有鮮甜的味道了 對不對 對 好 有沒有很簡單 有對不對 但是在這個簡單的過程當中 鄉林師姐也就很自在的跟我們分享 她當志工的快樂了 哎呀 感恩你呢 感恩 感恩 再來一口吧 馬鈴薯排 做法是馬鈴薯去皮切薄片蒸熟 趁熱壓成泥狀 金針鍋燙熟 取出瀝乾水分之後切碎 接著放入薯泥中 加上玉米粉 麵粉和調味料攪拌均勻 再分成三份 並且壓成餅狀 入鍋煎至金黃色就可以了 大家好 我是社區特派員關嘉宇 聽說今天台中市中區的師兄姐 有一場素食分享會 我們現在新宿派 當然是不可以錯過 一定要去吃吃看 先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秀黎師姐 師姐你好 家姨好 秀黎師姐她今天要帶我們去 這素食分享會的現場 不知道是哪個聯絡處 我就在這附近 我帶你去 好 我們一起去 對 這位秀黎師姐 是中西區的和氣組長 這次素食分享會 就是由她發起的 不過奇怪了 這看起來不像是聯絡處 到了 到了 師姐 你不是要帶我去什麼聯絡處嗎 你怎麼帶我來這邊 這邊看起來是人家出家 對 就是這裡 好 眼前這一位幫我們開門的 就是秀黎師姐口中說的那一位 發新提供場地的蕭景台師兄 師兄 師兄 不好意思 你不贏 不用了 分貝因為人多 這不到場地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說 沒興趣就不來這裡 那天晚上其實在家裡 就沒辦法 真的不錯 看看這一大片的落地窗 搭配柔和的木質地板 溫馨舒適的氣氛 讓人一進來就感到很放鬆耶 難怪師公們都喜歡這個 相家的聚會場所 這個布一樣 好喝 這個設計有這樣的 設計真的是 讓我們很方便清楚 我們大概都在這裡吃了 所以就 來來玩玩的人就很多 對 我們常常有消消消說 是不激長者 所以由我們的陪伴 你會你們更好 而且聽說他不只會煮咖啡 更在陽台種植了許多蔬菜 打算為今晚的素食分小會 大展手藝喔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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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還沒人嗎 沒有 我們以前的教師兄 他的手樓才是咖哩飯 所以你現在還要煮這道咖哩飯 對不對 對… 現在這道菜 你很愛煮這道菜 因為我以前在醫院 他們碰到王副院長 對 每一次在餐廳碰到他 他都在吃咖哩飯 然後王醫師 你怎麼每天都吃咖哩飯 他說 吃咖哩飯 比較不會老人時代症 所以我就比較痛死吃了 就因為這番話 讓蕭師兄愛上了咖哩 久了也自然成了他的拿手菜 就在說說笑笑當中 咖哩也快完成了 好像有聽到大家的聲音了耶 來… 秀琳姐 趕快進來我們吃飯了 好… 歡迎… 因為是分享會 所以除了蕭師兄這鍋 色彩繽紛的咖哩飯之外 其他志工們 也特地帶來了自己的丘陋菜 看看 這香味誘人的塔香猴頭菇 還有秀琳師姐這一道 只有撒上少許黑胡椒調味的 香煎杏鮑菇 不油不膩 真的是爽口美味喔 這個是我兩三個月以來 吃到最豐盛的一餐 光是這大理飯裡面的內容 就超過我平常吃的 對 何況還有我們桌上 這麼多這麼豐富的菜色 超幸福的 好期待下一次再來 心情很High 因為師兄師姐 都把他們的修羅材都拿出來 我們本來就一直期待 有像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今天剛好有這樣的聚會 我們可以每個人 把他們家裡邊的修羅材 呈現出來 因為我們在社區裡邊分享會 就是要挖掘人才 讓大家能夠在這邊 才是一直切磋 大家的進步空間就很大 不僅是互相切磋廚藝 挖掘相機人才 秀麗師姐更是希望 藉著這樣的活動 來聯絡大家的感情 因為出一道菜這樣子來 就比較豐盛一點 再一起聯絡一下感情 出境來跟我們組隊的和諧 所以你覺得來這邊 不是吃飯 也是吃感情嗎 對啊 對啊 培養感情 所有時候我覺得今天這個活動 是非常好 希望說以後有更多的時間 更多的機會 彼此在和諧裡面 大家可以交換心得 然後培養大家的感情 真的是要感恩蕭師兄 發心提供這麼好的場所 讓每個人來到這裡 就好像是回到家一樣 無形當中也增加了社區的凝聚率 MING P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